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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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寶寶很喜歡玩一些 不同質地的玩具 雖然他們還不懂說話 但是當你跟他們玩的時候 也是一個好機會跟寶寶溝通 跟寶寶的溝通,最重要是有來有往 千萬不要只顧著單方面地跟寶寶說話 要給寶寶機會回應 你好 首先,你要跟寶寶面對面 讓牠可以看到你 你可以用誇張的表情 和較高的語調引牠玩 你有聲音嗎 每次你說完之後 等寶寶一會兒 留意寶寶的表情和他的語音 如果牠有興趣回應你 你就要猜猜牠究竟想說什麼 再模仿一下牠 當寶寶表現煩躁的時候 你就要讓牠轉換個位置 或者休息一會兒 當寶寶平靜下來的時候 你又可以繼續跟牠說話 和引牠玩 這樣繼續引寶寶玩 直到牠沒有興趣為止 每次親子溝通的過程雖然很短 但是由寶寶小時候開始 經常跟牠玩 你就可以明白牠多些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